新竹市長高鴻安 臉書發文寫下 下知道了決定 周大家一起吃冰 並且附上一張 他捧著芒果冰的照片 只見這碗芒果冰用量豐富 讓不少人看了都想朝聖 不過卻被踢爆 這根本不是來自新竹 而是高雄的冰 而且網友還說 這照片是皮圖 很多網友也特別關心 這碗芒果冰是在哪裡買的 現在就要跟你揭曉答案 這碗芒果冰 那可是AI產生的 市府宣稱這碗冰是AI做的啦 不過夏天正式報導 氣溫不斷往上飆 大家都想吃真的冰 消暑一下 超市業者看準商機 推出冰品來應戰 打開啤酒冰就可以聞到榴槤香 大口咬下口感超濃郁 還有這一款大福Q彈外皮 包滿榴槤冰超消暑 現在在教大家 一個超級透心涼的吃法 加入自己喜歡的汽水冰棒 再加入這個氣泡水 滿足你想一邊喝飲料 又一邊吃冰棒的慾望 另一家連鎖量飯店推出近20款 獨家販售的冰品 包含進口的巧克力品牌冰桶 質地柔軟 口感豐富 這一支可可雪糕 圓形外觀超可愛 熱燒排行榜來看 國產冰以紅豆牛奶跟昂島昏貴 奪下冠亞軍 再來是香草 銅鑼燒跟巧克力 進口冰品部分巧克力第一名 草莓芒果等水果口味也很熱銷 根據數據顯示 台灣冰品市場一年可以創下70億商機 各大賣場都不犯過 另一間量飯店引進多款的新冰 包含檸檬冰沙 還有人氣手搖引雪糕 香草藍莓 馬卡龍雪糕等等 要讓消費者在炎炎夏日消暑一下 體育新聞鳥群敏捷 台北秋澳島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報告 報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